将近脊椎炎本身就是鼓松的一个危险因子 那随着年纪的增长 鼓松的这个机会就越高 那随着年纪增长 不只鼓松的机会增高 那么也容易造成骨折的现象 依据我们过去的研究 将近脊椎炎的病人 在50岁以上的男生 大概会有20%的人 会有骨质疏松症 我们知道骨质疏松症有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是不活动 那么将近脊椎炎的病人 因为有关节的问题或有脊椎的问题 活动量相对减少 所以造成一个骨松的一个危险因子 那因此呢很多病人有骨松 但是呢没有症状 所谓的原因是 骨松的病人如果没有骨折 是不会有症状的 所以我提醒我们将近脊椎炎的病友们 你们要注意 虽然你没有骨折 没有症状 还是要提醒你注意一下 你有没有骨质松症的可能 对于防止骨质松症的发生 很重要的 就是在我们将近脊椎炎身上 特别重要的就是要运动 运动可以让我们的骨质流失减少 让我们肌肉的协调力比较好 也比较不容易骨折 大家会很好奇 我们要吃什么食物才可以避免骨松 但事实上食物对骨松的预防效果是不好的 假设您有骨质松症 请跟您的医师讨论 是否要接受某些抗骨松药物的治疗 以避免骨松的发生 陈如刚才所讲的 骨质松症本身是没有症状的 很多病友以为是钙片就可以的 或者多喝牛奶也是可以的 那更重要的是没有症状 所以我们要做一些骨质密度的检查 才可以了解究竟你有没有骨质松症 那如果假设有骨质松症 一定要配合药物的治疗 运动 饮食 等等三管齐下 才可以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在你的僵直性脊椎本身的疾病控制 例如用一些消炎止痛药 例如一些生物质疾 来控制你的病情之外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还要补充一些特别的药物 那这些药物现在已经 都证明对骨松的预防跟治疗 有很好的效果 所以请你跟你的医师商量 讨论 决定哪一种骨松药药对你最适合 别忘记它 就 Safe 中既来 中既來